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海报时尚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李沁 今天的整个造型是来自于设计师Gabriella Hurst 2022早春系列的这样一个穿搭 这个特点就是它是一个英式镂空刺绣的衬衫和裙子 非常的舒适非常有早春的感觉 积极 时髦 摩登 然后环保 NAMA的一个最新的具有环保理念的一个鞋子 因为我昨天穿的时候非常的舒适 然后日常生活中真的可以摆搭 也非常的好看 致敬 就类似于这种吧 嗯 对 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是非常独一无二的 就是虽然大家都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 但是真的不同的人组合在一起 它就是不一样的气质和感觉 铺路穴家就是之前是去体验了一下 也是希望传递给大家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也是要不断的去尝试或者是去体验 然后也会让整个身体非常的松弛 运动也会使人愉悦 也希望可以推荐给大家 鱼灯灯这个角色可能是一个画比较多的人 然后我生活中可能就是跟他产生比较大的反差 就是我生活中可能没有像他那么画多 嗯 所以可能这也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 然后演完这个戏之后可能在一个阶段里面就是小画牢 哎呀 那就是要做很多的准备的工作 然后首先就是要很积极 然后也是要不断的让自己适应他的一些逻辑和一些语言节奏 就是需要有一些突破和挑战的 就是跟你自己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的主动积极的性格呢 那就是跟不同人物的时候都是会采取不同的方式 所以他八面玲珑吧 然后也是非常的极致 这个可能就是会跟其他的角色会不太一样 通过整个节目还是收获和学习到很多的 思考了很多关于年轻人的这样社交的一种方式 看别人的这种社交方式 然后也是学习了一些自己以前可能没有去思考的 或者是不太愿意去社交的这样子的一些想法吧 这个节目之后呢 我觉得还是要打开自己 然后也学到了一些技巧 并且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真诚的勇敢的去爱 那真的是 我觉得这个题目留给观众和我的粉丝比较好 因为他们特别擅长干这个事 我觉得就是编一个简短的小故事是吗 然后就是比如说说三个戏的 不管是名字还是角色就好了 车 水 马 龙 这是不是还行 鸟 羽 花 香 猪 球 猪爆炸了 然后变得非常的钻 猪光宝气 鱼 鱼鷹 鱼鷹 鱼鷹绕梁 可以哈 还行 没有那么为难我 明年希望可以用时间出去玩 就是还是希望疫情赶紧过去 大家都可以平安健康 希望新的一年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后坚持 勇敢 努力 积极 向上